医生多次提醒,马上停止饮用这几类茶,比烟酒伤肾,你还在喝吗? 小王是一名程序员,工作压力大,常常通宵打蛋,为了提神他养成了喝农茶的习惯。 前两天,小王突然腰疼得厉害,去医院一检查,医生说他肾功能受损了。 怎么会这样?小王大惊失色,医生问他,你平时喝茶喝得多吗? 尤其是浓茶,小王如实回答,我每天都要喝好几杯,觉得浓茶提神醒脑。 医生叹了口气,你这是过犹不及啊,虽然适量喝茶有益健康,但过量饮用某些茶叶,尤其是浓茶,反而会伤肾。 小王恍然大悟,原来如此,我还以为茶叶再浓也没关系呢。 那我该怎么办啊?医生。 医生嘱咐道,首先要戒掉浓茶,尽量喝些清淡的茶,其次要多喝水,让肾脏得到充分的休息。 最后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不要熬夜,少吃高盐高油食物。 相信经过一段时间调理,你的肾功能会慢慢恢复的。 小王的遭遇让我心有戚戚,作为医学博主。 我深知很多人对茶叶的认识存在偏差,一些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,甚至把茶叶说得比烟酒还可怕,这未免失之偏颇。 客观地讲,喝茶本身并非洪水猛兽,相反,适量饮茶对健康大有弊益。 茶叶含有茶多酚、茶氨酸等有益成分,可以抗氧化、消除疲劳、提高免疫力。 多项研究表明,经常喝茶的人患心血管疾病,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更低。 但茶叶也并非百无禁忌,某些茶如普尔,黑茶、老白茶等后发酵茶含有较多的草酸。 过量饮用确实容易引起结石,浓茶含有大量咖啡因,容易导致兴奋、失眠、心慌等。 长期大量饮用也会加重肾脏负担。 此外,空腹喝浓茶容易刺激胃粘膜,引发胃病。 因此,喝茶也要讲究三多三少。 多喝淡茶,少喝浓茶,多喝绿茶,少喝红茶。 多在饭后饮,少在空腹喝,选购茶叶要到正规渠道。 不要贪图价格便宜而购买来路不明的三无产品。 泡茶时,也别将茶叶浸泡过久,以免有害物质过多溶出。 说到这里,我不禁想起了去年体检时的一个小插曲,体检报告出来后。 我发现尿液检查有红细胞技术偏高。 医生建议我复查肾功能,我一下慌了神。 难道我也像小王一样喝茶喝伤了肾? 带着忐忑的心情,我去找了密尿科医生咨询,医生仔细看了我的化验单。 又问了我的饮食起居习惯,最后得出结论,我的肾功能并无大碍。 尿液异常可能与前一天喝了大量浓茶有关。 医生告诉我,茶叶中的草酸、咖啡因等物质可能会对密尿系统产生短期刺激, 导致尿常规出现一过性异常。 但只要平时注意饮茶量,不过度饮用浓茶,喝茶并不会直接导致肾脏损害。 听了医生的解释,我长舒一口气,回想起来我虽然爱喝茶,但向来注意适可而止,很少一次性大量饮用。 再加上我本身肾功能正常,偶尔喝点浓茶也不至于一杯毁所有。 不过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,身体是自己的,再小的征兆也要引起重视。 我们平时要多关注身体的反馈,出现异常情况及时就医,不要靠自我判断来盲目定夺。 总的来说,我认为把喝茶说得如洪水猛兽,甚至笼统地说它比烟酒还伤肾,这未免以偏盖全了,适度饮茶,分清茶类。 泡对方法还是大有益处的,当然若有肾病等基础疾病或者对咖啡因敏感,医生建议少喝茶,那还是要听医嘱的。 保重身体,远离疾病,既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,也需要拥有正确的健康知识,但凡事皆有两面性。 知己知彼才能驱离避害,但愿小王的遭遇能给大家一个警示,让更多人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饮茶这件事。 只要我们心存敬畏,时刻警惕,定能在品名之余。 收获健康 说起烟酒的危害,今天不得不提起一种比烟酒更加损害身体健康的茶叶,家家户户也都有,时时刻刻危害着我们身体的健康。 而且很多人还不知道,伤肝甚至是烟酒的十倍之多,已经远超烟酒对肝的伤害,我们的身体已经在强烈地挣扎,抗疫。 很多人平时茶叶喜欢多买一些,但是一时半会喝不了,在存放的过程中,就有可能发霉变质,发霉的茶叶中含有黄区霉素等有毒物质。 殊不知黄区霉素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,对人体健康具有很大的危害,很伤肝,所以发霉变质的茶叶我们发现一定赶紧扔掉,一定要相互转告。 茶叶店对茶叶储存是比较严格的,一般冷藏保存,平时我们可以少买茶叶,喝完再买新鲜的。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,那些特殊发酵的茶除外哈,肝脏对于我们身体来说,我们一定要拿它当保,养好肝使我们才能更好地延续健康。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二种蔬菜,大家可以多吃。 日常点滴,营养一大批,鸡少成多,营养健康。 生菜 生菜有肝需要的营养物质,促进解毒和修复。 因此适量食用生菜对肝脏健康非常有益。 推荐食谱,蚝油生菜。 一,一斤的生菜,切掉根部,抖撒开用清水清洗的干干净净。 多洗几遍,清洗完后,瀝干水分备用。 二,准备一把大蒜剁成蒜末。 剁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 三,再来准备一个小花碗,加一大勺蚝油,两勺生抽。 一点胡椒粉,一勺玉米淀粉,一小碗清水稀释。 搅拌均匀备用。 四,锅里加入多一些清水,加入一勺食盐,这样超过水的生菜会更加翠绿。 再加一勺食用油,焯水后会使生菜油亮好看。 水烧开后,把生菜放入锅中。 用筷子冻一下,让生菜炒烫均匀,在锅里打个滚捞出来,这样更脆爽。 瀝干水分摆放进盘子里,摆好看一些。 五,另起锅加入食用油,油热下蒜末炒出蒜香味。 炒香后,再把调好的料汁加进来。 翻炒均匀,大火收汁关火,浇到生菜上面,美味集成。 一道好吃的蒜香蚝油生菜就做好了。 清脆好吃又养人。 牛肉,对干好的食物,也可以多吃一些含蛋白质丰富的食物。 牛奶,鱼肉,牛肉等含优质蛋白丰富,有益于干功能恢复。 牛肉中的氨基酸和矿物质有助于促进人体的新陈代现,加快肝脏解毒和废物排除的速度。 而且牛肉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组和矿物质,有助于维持营养平衡,促进抗氧化能力。 推荐食谱番茄牛奶,一,准备一些牛奶切成小块,放在盆子里用凉水浸泡,泡出血水,浸泡好以后清洗两遍。 清洗好的牛奶放到一旁,暂时备用。 二,准备两个西红柿,去掉外皮,可以用削皮削掉,也可以用开水烫一下外皮。 也能轻松剥离,去皮后切成和牛奶差不多大小,放到盘中备用。 准备半个紫皮洋葱,也切成小块,放一旁备用。 再准备一个盘子,里面放入三片生姜,一小块桂皮,二片香叶,一个八角。 四,锅中加入多一些清水。 冷水下入牛肉,加入三片生姜,大火把水烧开。 水开以后,把牛肉里面的浮沫全部捞出。 捞干净,再把牛奶沥干水分捞出。 放进温水里面清洗干净,沥干水分捞出。 五,砂锅里面加入适量花生油,油热加入一些冰糖。 把冰糖炒化,再把把牛奶加进来。 用铲子炒匀上色,再把洋葱,西红柿块加进来。 六,继续翻炒,炒匀后,加八角。 桂皮,一勺的番茄沙丝,一勺蚝油,一勺生抽。 再来半勺老抽上色,再加少许胡椒粉,翻炒均匀后,盖上盖子煮三分钟。 七,时间到了,打开砂锅,再加入适量的温水,搅拌均匀。 再次盖上盖子,小火煮一个小时。 时间到了,喜欢吃土豆的,可以再加一些土豆块。 再加适量的盐调味,再煮15分钟就OK了。 时间到了,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。 这道番茄牛奶就做好了。